为什么26岁的小伙子要买个卖腾呢 这个车就属于是我们老百姓眼中的麦巴赫 麦巴赫不都这样吗 做一个让大家笑话我的话 之前开我那个车 吃饭都让我结账 吃饭没啥就结账 好大哥结账不很正常吗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你老车主的这个环节了 OK 这是一集特别有意思的唠嗑节目 前一阵我去采访了我那个叫张玉豪的 机西的东北小哥他开什么车 当时在留言区里面大家反馈非常非常的好 朋友们说你在你们公司肯定还有那个特别个色的同事 开那个特别有意思的车 或者跟身份反差特别大的车 我想来想去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个我这同事张家辉这个名字对吧 跟明星是一样的 他的外号也叫扎扎辉 然后他在我们公司你自己说你负责啥 我在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这个寒露邮机的制片工作 兼任一些寒哥小众品牌的商务 这时候打个广告 大家有这个需求 商务需求也可以直接找我 第二个就是作为一个岁数并不大的小同事 但是他开麦腾 因为一般的印象里面好像20多岁的小伙他不开麦腾 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29 就是印象里面麦腾都是这个三四十岁的 一泊云天的好大哥 开的这种比较稳妥比较扎实的车 20多岁小伙买一个麦腾 并且你那个车应该有了三年的时间对吧 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小伙买了一个麦腾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也促成了我这次找张家辉来唠嗑 那咱今天拍节目你咋不把车开来 咱没有那个指标 也没上金牌 所以上了个老家牌 金金正用完了 他保定上的保定牌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的朋友听完前转之后的一个同样跟我心里的疑问 为什么二十六岁的小伙要买个麦腾 这个说来就比较话 说真话 说真话 简单说就是第一当时是谈了一个女朋友 自我认为就觉得就是房这方面家里父母帮忙搞定 然后他在我们公司从来没说过才应该找女朋友买麦腾 你说实话了 对然后这个车自己就考虑 然后综合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决定把这个车的预算放在了二十万左右 二十万左右想买一个中型车 然后也不考虑BBA 不是 打断一下二十万中型车BBA本身也买不着 你那三十万以上才能买中型的BBA呢 好像也确实是 然后我主要是其实先开的外观 它比较端庄稳重 四四方方 不会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东西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跳的东西 端庄大气 可能说一个让大家笑话我的话 麦腾这个车在我们老家那边来看 这个车就属于是我们老百姓典中的麦发贺 那你也是怎么看的吗 你看这个三角窗不在门上 麦巴赫不都这样吗 麦巴赫不都这样吗 这话就是你说 这要是我车别人说出来 对不对大家给爸配网了 对 肯定是有很多的老百姓 对麦腾是非常喜欢的 对 这没问题 OK 那年轻的小同事 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不就喜欢那外观五五扎扎一点的 有运动风格那边的 小低趴一点 带个小钱铲那种的 也没有 除了当时买这个车 就是想奔着结婚的目的去 所以可能也觉得这个车型可能是符合父母这辈 包括丈母阳眼中的一些比较靠谱的一些车型 那你真我喜欢那种刚才我说的风格吗 还是你真我就喜欢 我真我就喜欢这种 比较稳重 就是比较普适一点的 那最终你当时那女朋友他妈对你开这个车啥评价呀 好像还没到那一步 没到那一步就没有了 这是个悲惨的故事 然后你继续说肯定当时是奔着实用性需求 这个角度出发 那肯定也得考虑空间 就麦腾这个车空间也大 后卫先空间也大 然后我当时是买的2020款330豪华版 也是2.0T低供的一个配置 然后动力上我觉得也够用 就是很有劲 所以就基于动力空间 包括这个品牌这三个角度吧 还得要点基础的动力能力 对所以选了2.0T 那你380动力更好 380兜里动力不太行 就所以上了个2.0T 那如果要有钱的话 这两万块钱给了你了 你上380吗 我觉得没必要 当时我确实觉得没必要 我觉得2.0T低供就够用 这也符合20多岁年轻人 他选车的时候 其实20多万的车差两三万是个钱了 然后你那个车现在跑了2公里了 我那个车现在跑了3万5千公里 听完嘉辉说之后 我觉得还挺意外的 因为之前日子里面确实 麦腾给我印象就是 三四十岁的事业小有成就 然后家里面孩子也有了 这样的中年的好大哥 他选麦腾的比例会非常大 但是我确实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公司26岁小伙买了个麦腾 但听完之后 我觉得也有道理 毕竟他买车 是得参考周围人的一圈的观点跟感受 但如今新麦腾我试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车本身 现在它智能化的配置里面 这个大屏幕 包括它的大僵双目的视觉 包括现在整个 比如说比较垂直大灯的小怒视脸 这个车现在显得更年轻了 如今的年代 我在看到新麦腾之后 我不太想问 比如说30以下的朋友 说你为什么要买麦腾 这样的问题了 因为整车的年轻的程度在下降 你作为一个之前的老330的车主 你现在怎么看新麦腾 第一 我之前开我那个车 大家都认为我是有点像一波云天的好大哥 然后吃饭都让我结账 吃饭没啥你结账 好大哥结账很正常嘛 对 你说现在我在开这个车 我觉得就不会给大家留这个想法了 第二 就是这个车 我看起来应该比我那个车要长不少吧 就是它4米99的长 你那个车应该是我没记错 还是4米85还是86 4米86 长了13厘米 这么长的一个长度 所以这个长度就一下让这个车 从标准的一个中型偏大一丢丢的尺寸 直接跃升到了中大型车的长度 因为4米9以上就属于中大型车了 韩哥 我给你补充一下 我觉得刚才你只说了这个车的外观比较年轻 我觉得它这个大灯 这个我觉得更显年轻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疆的双目视觉 我觉得这确实也是年轻人应该需要的 所以这几点看起来确实比你的车还是要再年轻几度的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尼亚老车主的这个环节了 这个外观我觉得变化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巨大 但是内饰的变化其实还是特别大的 那大屏幕 家费 简直像两个时代的产物 我那个啥也没有 我那个中控屏唯一好的就是 我觉得当年是可以连无线Coverlay 所以我上车就是连手机carplay就没用 几乎没用过我里边任何的一个功能 这个你完全不需要carplay 你有地图 音乐 听歌 基本就是车机自在的都能搞定 我那当年我记得还出了一个特别傻瓜式的功能 它可以就是来回用手翻页 就是强行给你的车找优点 那液晶显示屏那个巨大 那个其实非常爽 看惯了这个新能源的大屏幕 我没觉得大屏幕怎么样 但是前面那个液晶显示屏 它个头包括清晰度 我觉得非常爽 然后最关键的是 副驾这边还带了个屏 这边可以看流媒体 也就是你再找一个女朋友的话 她在副驾就可以爱奇艺追剧 听听QQ音乐什么的 这都是跟副驾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其实挺爽 很多人就老觉得说副驾屏没啥用 但是我夫人前几天 我开了一个没有副驾屏的车去阿当亚 我夫人批评我一路 现在这个副驾屏 我觉得起码对于情绪驾驶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现在这个车 你再感受一下腿拖是可调的 这点特别好 很多车的20万在教育区里 不给你提供可调长度的腿拖 它这个座我觉得 比我那个要好太多了 我那个只有一个坐椅加热 它现在应该是主副驾 包括后边我看都有坐椅加热跟通风 后座也可以电动调节了主要是 还有这个坐椅机 我那连坐椅机都没有 330 对你说你没坐椅机 到时候你找一个女朋友 你家就有一辆车 都得手调座对吧 就批评你 我再考你一个 如果副驾有座椅也会更好 为什么 为了 便于方面拉不同的女性 人 人调了座之后 你就直接一按那个座椅 它就回原来你媳妇那个座的角度了 然后你那个音响有牌子吗 当时 没有 但现在这是哈曼卡顿的音响 380的高配跟你那个330 这都不是一个车 尤其是新老款的ATB 然后这个杯件 你点一下前后那俩按钮 你感受一下 阻尼感是一回事 它更关键是它可以套两个尺寸 它里面圆圈是350到500毫升的屏 是在里面这圈的 它有一个更大一点的屏的话 它往里C的过程中 它外圈的方块的部分 也可以跟着往下走 长期的给它按下去 就变成了一个储盒 就这个设计就贼贴心 然后现在整车的充电 也都变成Type-C的充电了 这都是挺舒服的 然后这个风收箱 这还多给了一个小壳 然后这车的后排空间 我测的时候跟老款的空间 基本上大差不差 然后并且车也长了 然后它的后备箱就会大的很多 那个近身 我的天哪 后备箱装东西还是贼爽 所以这个新麦腾 真是你拿它全国自驾游的话 我觉得这个后备箱的近身跟空间 不输很多的中小的小SUV的感觉 这个装载能力 静态体验这么多也没啥用 咱们就开出一圈吧 咱让330车主感受一下新款380 走 好 我们现在让佳辉开起来 感受感受新旧麦腾的区别 你这用开多长时间能感受出来 我得先感受两分钟 感受两分钟 这节目才多少分钟 感受两分钟 你先上来 第一感觉 第一感觉就是比我那车平顺了 就是我那个车起步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顿挫 然后刹车会更明显 现在这个它就是比较丝滑一点 你那个是330是吧 你这个380你踩一脚 应该肯定是有差距的 但是我觉得差距没有那么大 麦腾330车主跟380 330都会认为我跟380区别不太大 就是330车主的自我修养 330车主都自我安慰 我跟380区别不大 我跟380区别不大 我实际上来说 我仔细的试过380跟330 它的中段的加速差别还是有一些的 80以后来冰险 你平时开330 如果你来北京上班往返 搞定的话 你其实基本上这一路下来 你自己开 你那车是有支驾系统吗 没有 只有定速训练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车的支驾系统 因为它大江的这个双目之下 我觉得是现在在这种的 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支驾认识 里面做的还比较好 因为大江这个双目视觉 它其实这个双目是可以看出一个景深的 这样的话 它就比那种的多焦段单目视觉的硬件 要更加的对于物理世界的观察会更好 你看这个车它是有一定立体的交叉视觉 就跟你俩眼睛是一样 看它还有AR导航 就这个屏幕上面 对 有AR导航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二级的支驾系统 就是标准的跟车 包括车道均通保持 就这两点 支驾更好用的一点是什么 是它在你开高速的时候 有点晃神什么之类的 它是可以在关键时刻帮你 你这个晃神的过程中 虽然可能眼睛瞅着呢 或者说是这个时候闭眼了 但是那个支驾的系统可以帮你踩着一脚 帮你救着一下方向盘 你就可能省了几万的损失 可能就少撞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支驾系统的底层 它帮你再看一道这个最后的门 也挺有意义的 你有这个呀 我觉得开车以后回保定 就比这个自己开要轻松很多 这玩意就是用上去回去的 等等的感觉 刚才试了动力 然后比如说这个车底盘啊 什么更降噪啊 全价这方面的 你这也开了有两分钟以上了 你想看去 我当时原来买我那个麦腾 我就比较看重它这个大众这个底子 包括一些转向手感啊 然后底盘这个紧实度啊 这个就在这个车上还是比较原汁原味的 像其他一些隔音降噪这方面 我觉得区别还不是很大 都差不多 所以啊这个首先能看到北方的朋友们是比较在乎这个消费的心理的 所以这个北方的老铁们都是比较喜欢大众车啊 尤其是东北的老铁 之前你那个麦腾是多长时间在你开的时候大概保养一次多少公里 第一次是五千公里我记得是 首保就五千公里 然后后边就是大概八千 八千一万 每次一千块钱左右吧 一年一万大概一年一千块钱左右的小保的成本 油耗这是麦腾的很多朋友比较喜欢聊的话题 你那车2.0P低功330啥优衡呢 日常跑大概七个吧七八个 然后高速可能会更低一点 七点几六点六点八左右 你是表头显示大的 对 那这要是能6.8的话那可以啊 评论区里面的麦腾车主这个是这么低吗 我这个怎么有点不太近呢 城里面不到10升 高速高速只有7升左右 并且朋友们你要知道一点 这种2.0P低功或者高功 其实在油耗层面来说差别不大 基本上就是0.5升以内的相差 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油耗或者说是为了省油这件事 没必要非得是较真是低功还是高功啊 好在渣渣回体验完了一圈之后 麦腾的价格方面 你那个车的价格当时多少钱 我那个车当时裸说是23万多 这新麦腾的价格你看了吗 没有 没有 我就不考你了啊 理论来说我们公司通常都应该知道新车价格 现在身边这个380的新麦腾 还卖24万多 24万6.9 所以只跟你那个车差了1万多块钱 那换句话说 如果当时对吧 三年前你要有这个车 你就可以上一个380了 所以现在关于车架呀配置啊 其实卷的还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 如果当年嘉辉有一个380的话 估计他跟他前女友就不至于分了 可能性更大一点 可能性大什么呀 好朋友们 还想看我们公司什么有意思的同事 开什么有意思的车 留言里面告诉我啊 我给你拍 OK